中国已故,一亿人是刘晓波的遗伤刘霞,北京时间7月10日,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德国。 自刘晓波去年病逝后,西方舆论一直关注刘霞的情况,称他遭到软件,要求害他自由,刘霞于时下午抵达赫尔新机机场,随后转机前往柏林图园,罗尔大陆官媒《环球时报》7月10日发表评论文章称,刘霞这一年中的确处在中国官方的视野范围内,但绝不能用软件来描述。 刘霞居住在北京一个正常社区内,可以自由会见亲朋好友,自由逛街购,聚餐,去训练场打羽毛球等。 刘霞居住在北京的内容下人,走下 Hold On 看次会出镇方案版本来在北京的内容下人,观看来有些高级的图形式, 我们看来收听少许va理下来画个属性,通过高级的设历表, 将于不是在北京的风际上的敌队描连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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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